包括我今天要分享的蔬果营养粉 这个蔬果营养粉有70多种的蔬菜水果 我20年的一个保健食品的经验 我从来没有遇过一个保健食品 竟然是用70多种的蔬菜水果做成一贯产品 这一个控管跟品质的这个把关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我跟各位保证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所以呢 我在这边呢 跟大家讲 好的产品值得我们耐心的等待 那当然我知道这个长期 如果有不停的有圈获的问题 会造成各位的困扰 所以呢 我还是先跟各位说声抱歉 真的是不好意思 真的是对不起 我们会一直努力的去改善 好 那讲回来今天的这个主题 今天主题当然是我今天的主题是列 是说地表最强的精力汤 其实呢 我进来公司的时候 我并没有想到 蔬果营养粉可以把它想象成各位常常在坊间 喝到的精力汤 是有一次在上课的过程当中 一个伙伴一个领袖 给我的一个 idea 给我的一句话 我才突然觉得对 其实爱丽丽丝的蔬果营养粉 可以说是我看过最厉害 功效最好 最全方面 也最方便喝到的一个精力汤了 当然我并不是一个推广叫大家喝精力汤的一个营养师 因为我觉得精力汤的制作是有点复杂有点繁琐的 大家也很难去取得很多所谓的天然有机的食材 把它打成一杯新鲜有营养的果汁 所以呢 我一直是取向于现在的科技 现在的保健食品这么的进步 我们如果有一个很好的产品 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到很多的时间 我们真的要好好珍惜那样子的一个保健食品 好 那讲回来 其实精力汤在台湾在亚洲已经流行至少有25年的时间了 我印象中我第一次听到精力汤这个名称 大概是我国中的时候 我国中应该也有大概26、7年 快要30年以上的时间了 那随着精力汤慢慢慢慢被大家接受 为什么被大家接受 因为它就是用全天然的蔬菜、水果、谷类 包括麦苗、树苗、芽类 这样子给天然的食材 打成一杯果汁 喝下去之后 让大家吸收到天然食材里面的营养 那因为其实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 那我们中国人 我们东方人本来就有所谓的神龙士 他会藏白草 对不对 那有写下这个叫做白草经 白草经 那白草经里面 当然我知道各位不会去翻阅这个白草经 术书馆也几乎是见不到的 可是如果你有兴趣呢 自己在网路上去搜寻资料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我们古老的我们的祖先就告诉了我们 其实大自然当中 地球上当中 各式各样的天然的植物 天然的蔬菜、水果、天然的药材 都是我们身体面最好的养分的来源 那因为这一百年来工业革命 这个叫做工业革命 这个科技的进步 导致于尤其是这一百年 这五十年以来 药物的广泛的被利用 那各式各样的药物啊 西药啦 也开始推陈树心 所以呢 大家有一阵子忘记了 其实天然的食材 天然的草药 才是我们人类最好的医生 所以后来呢 在这二十年 在这三十年当中 就有一个回归自然的 一派的自然医学疗法 在所谓的 现在的这个养生的观念 慢慢慢慢被大家接受 其实我每次在课程当中 我都会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虽然是学这个 叫做西方营养学的 可是呢 我是一个蛮 蛮相信所谓 自然医学疗法的一个营养师 因为我觉得人要健康 光靠药物 光靠这个学校老师 告诉我们的 你要吃什么三大营养素啊 你每天要补充多少维生素啊 你每天要补充多少矿物 这是不够的 因为 科技在怎么进步 我们一定还有很多未知的知识 是我们没有去发掘的 就像我们的大脑一样 我们的人类大脑 其实科学家发现 原来我们人类 只运用了其中的5% 只运用了5% 很多我们大脑很多的区块 是我们这一辈子 几乎用不到的地方 完全用不到的地方 只要只是用这5%就够了 我们如何活化这5% 我们就可以创造很多 不同新的一个观念 创造很多一个新的不同的能力 那回归到 回归到这个经理堂 因为呢 这30年 这二三十年 因为这个自然医学疗法的一个盛行 所以呢 那再加上现在饮食啊 现在空气的污染 现在食物的污染 现在环境的污染 导致于癌症 永远是十大食音的第一 所以越来越多的人 他会倾向于 我就回归到我的自然疗法 我应该每一天 摄取到一杯新鲜的蔬菜 水果 骨类 芽类的一个饮品 这样子 才能够帮助我身体 摄取到天然 最好的一个养分 所以大家如果说去 网路上搜寻 精力汤的来源 你就会发现 其实呢 他是一个美国的 大特安博士 他所谓倡导的 他倡导说呢 其实呢 在一个果汁里面 在一杯果汁里面 我给予了各式各样的 当然他有他的配比啦 我给予各式各样的 一个天然食材的一个精华 让我的身体 摄取最天然的一个植物的成分 其实是我们最好的一个养生之道 好 所以呢 大家也知道说 接下来呢 就会有 你会看到坊间很多的 这个有机店啦 或是自己很多的 比如说家里面很多的长辈 他们都会每一天 告诉你说 哎 要出门 哎 喝一杯精力汤再出门 为什么 因为精力汤里面呢 有他们的新鲜的蔬菜 新鲜的水果 新鲜的穀物 新鲜的麦苗 也就是所谓的芽 发芽的芽 芽类的植物 那一个精力汤 其实基本的元素哦 精力汤基本的元素 因为各式各派 学说的精力汤太多了 可是呢 精力汤它基本的元素就是 蔬菜 水果 骨类跟芽类 蔬菜水果 骨类跟芽类 这四样大家记住 好 那 只是 假设今天是冬天 很冷 精力汤里面的骨类跟骨类的比例你可以提高 因为骨类可以带给我们身体所谓的一个暖和的效果 那今天呢 如果说是夏天非常的炎热 你想要有这一个叫做退火 帮助肝脏 快速代谢 毒素的一个功能 那你就可以增加你精力汤里面 蔬菜的一个比例 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调配出一个自己的一个精力汤 可是 如果你有打过精力汤的话你就知道 你要打出一杯精力汤 是非常非常非常麻烦的 这里就是为什么我虽然知道精力汤的好处 我从来就没有在我的人生当中自己打过一杯精力汤 因为我家也没有几个人 了不起两三个人 对不对 我如果每一天为了打那一杯精力汤 我要去买 有机的蔬菜 有机的水果 还要准备很多的骨类 还要准备很多的麦苗 我还没吃个几天这些蔬菜水果就坏掉了 所以我从来就没有自己打过一杯精力汤 因为太繁琐了 真的太繁琐了 再来花的精力也很多 你要先去买好的食材 好的食材之后你要很好的储存 很好的储存 你不能被冰箱里面的其他的这个细菌 其他的一些不好的这个黴菌污染到 要不然就失去他喝精力汤的意义 对不对 你要有很好的食材 你要有很好的储存方式 再来呢 你清洗的过程也要很干净 那我又是一个没有那么仔细的人 所以我真的觉得太复杂了 就我从来就没有在我的人生当中 自己打过一杯精力汤 可是我知道精力汤的好处 那很多人都知道说呢 爱丽丝的蔬果营养粉 其实就是一个地球上 地表上最强的一个精力汤的一个产品 怎么说呢 很多人会把我们爱丽丝的一个蔬果营养粉的一个功效 把它转化成直接联想到所谓的进化的功能 其实它是有的 我要跟各位保证它是有的 蔬果营养粉它本身就有进化的一个功能 那人为什么要进化 进化的目的又是什么 当然现在人因为环境当中全部都是毒素 不可避免的我们生存在这个地球上 吃的也好 喝的也好 住的也好 用的也好 各式各样毒素 包括我们女孩子 比如说染头发啦 或者说你去补牙啦 或者是说呢 你今天用的保养品啦 化妆品 都有毒素 人生活在这个地球上 没有办法 因为现在科技那么进步 也带来了很多的污染 所以有各式各样的一个毒素 那毒素呢 很多时候再加上我们现在的一个饮食 也没有那么的一个天然 所以呢 毒素积累在 积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这些毒素是各式各样 可能是过多的重金属 过多的脂肪酸 过多的这个叫做有机的溶剂 过多的这个挥发的物质 甚至空气当中的PM2.5 都是毒素 它会储存在我们身体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图1 我们就想象成 现在一个人胖胖的 胖胖的呢 就代表他身体里面 有一些过多的毒素 那我透过一个 固定的一个进化的一个方式 固定的进化 记得哦 进化要固定 要有规律的行为 它才能够真正正正 启动你身体里面的免疫系统 那我透过一个 规律的进化方式 假设我每一天喝一匙的蔬果营养粉 再搭配一到两匙的 所谓的我们的fit 这些能量营养素的话 它慢慢慢慢呢 就会变回我们图二 甚至图三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意识图 所谓的图二跟图三呢 就代表说 当一个人透过一个规律的饮食 透过一些好的保健产品 把身体里面的毒素 甚至身体里面过多的脂肪 把它排除出去之后呢 很自然的身体里面的毒素 就会减少 又换句话说 当我透过规律的饮食 我的身体的脂肪减少的时候 我身体的毒素就会 慢慢慢慢慢慢的比较少 因为大部分的毒素 都是比较容易 都是比较喜欢被脂肪包覆住的 所以呢 大家其实也知道 坊间有很多所谓的 这个叫做排毒的一个观念 有所谓的一个进化的观念 这些观念我觉得都是对的 那爱丽丝的进化 其实是最简单的一个进化 它只是要求你 要求你每一天 每一天吃一到两餐 甚至如果说你要做到一个 完全进化的话 你就吃两到三次的fit 再来呢 每一天只要搭配一匙的 爱丽丝的蔬果营养粉就好了 为什么每一天只要一匙就好了 因为 因为 这张头影片我做过微调 我做过微调 因为为了要讲今天的课程 所以我把它做过一个微调 因为爱丽丝的蔬果营养粉 里面完全是 各位可以说 是地表上最强的精力汤 怎么说呢 我刚刚前面有说 精力汤组成了四大元素 至少要有四大元素啦 蔬菜 水果 还有什么 骨类 还有什么 芽类 对不对 你看一下 我们爱丽丝的蔬果营养粉 我还没有把全部的一个成分 都列在头影片上 我只是先把它分门别类 挑出一些 我认为可以值得跟大家 highlight的一些 重点的一个营养成分 假设我们看天然的草本植物 第一个天然草本植物 里面有南非最前 有人参粉 有红景天 有雷公金叶 这些全部都是 高 能够产生 高适应原成分的一个 一个天然植物 高适应原成分 适应原就是适应 适应原 能够让你适应的元素 身体细胞去适应的元素 这些都是属于在南非最前 尤其是南非最前 尤其是人参 然后红景天 这一类的天然草本植物 再来 第二个 超级绿色植物 你看哦 它就有麦苗类了 它就比较可以归列到 这个 金利汤里面的 芽这一块 蔬果 骨 芽 芽这一块 所谓的 小麦草 大麦草 芦荟 菠菜 木树 草本木树粉 我们里面有 至少有六种的 所谓的超级绿色植物 超级绿色植物 再来还有藻类的精华 藻类精华 藻类是最好的天然的 钙质跟铁质的来源 藻类是天然最好的 钙质跟铁质的来源 再来呢 藻类呢 其实也有很多的 科学的一个报告 告诉我们 藻类它能够具有 吸附重金属的一个功能 那我们这里面的藻类呢 有螺旋藻 绿球藻 红皮藻 昆布藻 还有石纯粉 再来 我们再往旁边看 抗氧化的组合 你看它里面有各式各样 你听得过的 随随便便一样 都是外面的一个 单一的一个明星产品 有姜黄 有这个葡萄籽 有绿茶 玫瑰果 茄红素 茄红素 有这么多的一个 抗氧化的组合 再来 还有超级姜果 超级姜果的功能 就是提供大量 非常高量的一个 抗氧化的功能 然后意思就是 它能够帮助我们身体 产生很好的一个 抗发炎的一个功效 这样知道了吗 所以你看 里面有石榴 蔓越莓 枸杞 巴西莓 山竹果实 草莓 西印度 樱桃 蓝莓 再来最后 你看 我们有古类 我们有糙米粉 有米糠粉 也有大豆发酵粉 所以你看我们的蔬果 营养粉 是不是就是最好最好 我真的再也找不到 比它更全方面的一个 这么多种的蔬果 骨牙的一个组合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天 只要喝一池 真的一天只要喝一池就够了 一天喝一池 比你在那边打十杯 二十杯的精力汤 都还有功效 你又省去的这个购买 清洗储存 然后价钱也不见得比较便宜 真的价钱不见得比较便宜 我曾经问过这个叫做 每一天都有在打精力汤的一个 以前的一个伙伴 因为他二十年来都有 每一天早上固定打精力汤的一个习惯 他说他自己算过 他平均自己打一杯精力汤 大概成本是一百二十块 那他固定会放三样蔬菜 两样水果跟一点坚果类 你看哦 他成本一杯一百 大概他说他算过一百二到一百五十块 因为他都是买有机的食材 可是呢 他那一杯里面只有三样蔬菜 两样水果跟一点坚果类 跟一点坚果类 所以你看回归到我们的蔬果营养粉 我们的蔬果营养粉里面呢 有七十多种的蔬菜水果 你为什么不值得你每一天喝大一池 真的我要我真的苦口婆心 苦口婆心 劝大家 他真的 值得你每一天早上 或是中午 尤其是下个礼拜 开始大家就可能比较处于吃油腻的时候 记得哦 如果你当天 比如说中秋节的话 你跟朋友啊 同学啊 家人聚餐 你只要觉得那一天你吃的太饱了 感觉身体有点 这个太肿肿了 开始觉得长肉了 不要担心 你赶快去喝一匙蔬果营养粉 真的 赶快去喝一匙蔬果营养粉 喝下去之后呢 它至少可以保护你 不要让你刚刚那些不好的食物的毒素 伤害到你身体 好 这一点一定要记得住 要不然就是你从今天开始 每一天早上都先喝一匙的蔬果营养粉 都先喝一匙 那这样子呢 就算你偶尔有一两天放纵乱吃 我不认为这些过多的食物 会在你的身体里面造成太多的负担 因为我们的蔬果营养粉 还能够分解重金属的功能 这也是其他的一个保健食品 做不到的一个功能 好 那讲回来蔬果营养粉 因为很多伙伴都跟我们反映说 真的是不好喝 对我也承认 我觉得它没有很好喝 但是呢 也有很多伙伴跟我们反映说 不会啊 我觉得它很好喝啊 所以这个好不好喝 这个口感怎么样 我真的觉得因人而异啦 那我没有办法去 很确实的告诉你说 不好喝是什么体质 好喝是什么体质 我觉得这样子去回答 有一点比较 比较不科学 事实上比较不科学 可是呢 我觉得不管好不好喝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我确保的是 它里面的保健的营养成分 它里面的成分 绝对是你外面找不到的 最天然的 最有效的一个地球地表上 最强的一个精力汤的一个组合了 它集合了各式各样 你真的想到的 所有的蔬菜水果的精华 人一天哦 只要吃到食材 十样的蔬菜水果 已经很了不起了 真的哦 人一天哦 你只要有吃到 十样以上的蔬菜水果 你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但是我们竟然能够吃到 一次就能够吃到 七十多种的蔬菜水果 所以很多人就说很好喝 我自己的感觉是 刚喝的前两个礼拜 我觉得好难喝哦 喝久了之后 喝久之后 我觉得 不会啊 也不错啊 有时候吃完很油腻的东西之后 或者吃完这个 淡水化合物很多的时候 我喝了一汁蔬果营养粉 我瞬间感觉到很舒服 各位要记得这个舒服的感觉 这个舒服的感觉 就是代表 你给予你身体的细胞 是对的东西 这样知道吗 你给予你身体细胞 是对的东西 所以先撇开它的口感 不讲 我觉得我们要给一个 大脑一个认知就是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强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保健食品 那我回归到 再把它拉回来 讲回到它里面 除了蔬果骨牙之外 除了有刚刚我上一页 讲的这个叫做 这么多的一个 蔬菜水果精华之外 其实你会发现里面哦 我并没有把全部的营养 什么都列在我的投影片上面 因为太多了 我列不完 那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 其实我们的罐子上面 罐子上面 都有很清楚的标示 爱丽丝是一个非常守法的公司 那守法的公司 我们里面有什么 我们一定要清楚的标示出来 那里面呢 除了有刚刚我前面那一页 所列出来的一个营养成分之外 我们里面还有很多的 比如说是消化酶 像我这边第三行写的 消化系统的健康 为什么呢 因为里面有一生元 一生菌 脂肪分解酶 就是帮助你分解脂肪 帮助你分解你刚刚食物里面 吃下去的过多的脂肪 知道了吗 再来淀粉分解酶 淀粉分解酶的意思就是 帮助你分解身体里面 不好消化的淀粉 不好消化淀粉 太多了 我跟你讲 现在这个超级市场 随便一望眼看过去 都是不好消化的淀粉 比如说乌龙面 比如说乔麦面 比如说各式各样的吐司 面包 这些都是属于不好消化的淀粉 这些对身体都是一个伤害 所以呢 你看淀粉分解酶 帮助你分解身体里面 不好消化的淀粉 再来里面还有可溶性的纤维 所以可能很多伙伴觉得 哎呦 我一喝蔬果营养粉 就会想要跑厕所 对啊 很好啊 恭喜你啊 这个排便总比这些 废弃物 这个叫做废物留存在你的大肠里面 来得好吧 它绝对不是水泻 水泻是 这个叫做 身体会有脱水的现象 可是呢 后来蔬果营养粉 很多人会觉得想要一直跑厕所 这是很好的现象啊 因为里面有大量的蔬菜水果 有这么多的可溶性纤维 你当然容易跑厕所啊 当然容易跑厕所 再来呢 它里面呢 最后一行写说 保护免受氧化伤害 这个就是跟前一页 我刚刚讲的 里面有很多的超级浆果啦 有很多抗氧化组合 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的 所以呢 我希望 今天呢 其实我虽然这边 食用方式是写说 成年人 每日早上一池 然后是跟250cc的水 混合后 立即食用 我认为成年的规范 要比较宽 也就是呢 我觉得现在 大概15岁以上 其实现在的青少年的饮食 也太不健康了 再来青少年 它是处在一个比较 叛逆的时期 因为它本身的荷尔蒙 还是处在一个不平稳 所以青少年有的时候 跟家里的相处时间 是比较短的 那跟家里相处时间 就比较短 他们在外面的一个饮食 大人也照顾不到 那他们其实在外面 就会比较乱吃 因为同才这个叫做 同才这个影响 那其实我觉得 如果说大家 关心自己孩子的健康的话 从小给他养成 吃天然食物 吃保健食品的习惯 慢慢慢慢的 他会喜欢接受天然的食物 慢慢慢慢的 他对所谓的不健康的食物 他大脑的认知就是 偶尔为之就好 会有这样子的改变 其实谁不爱吃垃圾食物 谁不爱吃零食 这些蛋糕 因为一吃就觉得很好吃 味道很浓 很重 很香 可是如果说 我们养成了一个 吃保健食品的习惯 我们养成了一个 吃天然食物的一个习惯 我们会认知到 今天我吃了垃圾食物 我就要加倍的 吃保健食品 来帮助把我垃圾食物 带给我身体的毒素 给排除掉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习惯 养成的 所以我觉得 如果说家里面有15岁 青少年 你可以慢慢慢慢 给他开始喝半尺 也可以 那至于跟多少 细细的水去混合 我真的觉得 因人而异 我个人觉得 因人而异 有些人他泡得 很淡 很淡 他就每一天 把他泡得很淡 当成水来喝 那有些人 像我自己喜欢 真的是就是 用两三百细细的水 去泡 因为我觉得 咕噜咕噜咕噜 喝下去 最快能够达到 我要的一个效果 所以我觉得 跟多少水去泡 是因人而异的 好不好 那再来呢 这个是有经过 这个清真认证的 所以全素可食 素食者也都可以吃 那 这个苏果营养粉呢 我今天讲了那么多 其实呢 不外乎就是要 我今天讲的比较细一点 其实就是 不外乎就是要告诉大家 一个精力汤 其实为什么很多伙伴 都把它称说是 地表最强的精力汤 真的 它真的是一个 七十多种的一个 蔬果骨牙的一个组合 那其实它在身体里面 那个原理呢 就是所谓达到 进化的一个作用 进化的作用 再来呢 达到一个提供 高抗氧化的功能 帮助分解体内 过多的重金属啦 跟其 其他许多的一些 毒物的来源 那 因为它里面有 七十多种的蔬菜水果 所以 所以它如果你觉得好喝 你觉得不好喝 它都是正常的现象 真的看个人的口感 因人而异 那我今天介绍 蔬果营养粉 先到这边 那最后呢 我要跟大家 还是稍微 这个提醒一下 公司大纳会有 每个月都有公司 公办的活动 那这个月 公司公办的活动 就是所谓的 建脑巡回 那我们建脑巡回的 一个主题是 自鲜能量营养粉 那台北厂是 9月18号 台中厂是 9月19号 高雄厂是 9月27号 那这三场呢 都会有 产品适应 也都会有抽奖 再来呢 也都会有 所谓的这个叫做 公司的介绍 所谓的 fit产品介绍 也都会有 所谓的健身的 一个训练的一个课程 帮助大家呢 如何知道 如何运用fit 结合我的这个运动 能够达到 最好的一个体态 好 这个是我们爱丽丝的一个九月的建脑巡回 再来呢 当然最后呢 还有这一个月有两个小促销的套组啦 一个是30积分 一个是45积分 那30积分的是两盒 爱丽丝的自美茶 45积分呢 是三平的这个儿童宝 这个供各位伙伴呢 这个可以自由的去选购 好不好 那最后呢 还有金油的换购惊喜 这个已经进行一段时间咯 那造成很大的一个回响 因为大家都开始抢购我们的金油 那我就 我们发的通知是售完为止 所以呢 大家就赶快 赶快要抢 真的要快 因为真的太便宜了 全部就是260块钱 那最后呢 这一边呢 是9月份的一个行事令 那我只是借由这个行事令呢 大概提醒大家 我们9月份有哪一些重要的活动 当然礼拜二都是高雄的商机说明会 礼拜四会是台中厂的一个商机说明会 那再来呢 18、19、27 有我刚刚提到的所谓的建脑巡回 那9月份的一个建脑巡回的主题 是FIT 自鲜能量营养粉 再来呢 13号是中秋假期 那21号呢 有这个总裁团队 在办公室办的所谓的 开幕party 开幕party 那28号呢 有所谓的这个叫做成功训练AST 这也是总裁团队 华总裁团队 有自己举办的一个AST成功训练 所以呢 阿易斯每一个月的这个叫做行事力 都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那如果说伙伴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去询问您的这一个介绍人 或是直接来询问公司都可以 好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结束 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 我说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